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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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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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 莫菲斯 莫菲斯 好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 上来这号钥匙连续的重拳 大的约瑟夫也是自己都吃刺牙 表情非常的痛苦 这真的很担心 现在我觉得比赛的胜负可能悬念确实不大 就看约瑟夫能撑到什么时候 当然我们也以前转过约瑟夫的比赛 这选手是一个混血 不管怎样 他在菲律宾进行自己的职业生涯 所以这种顽强劲我们是完全相信的 关键是还是要说能力 在全台上是来不得半点的虚假 就是靠能力说话 森德巴特的这种侵略式的挤压式的打法 确实是太霸气了 我觉得作为任何一个职业拳机的经纪人 看到他这样的选手都会眼中放光的 这就是一个金子 赶紧得把他牵下来 就这么一拳一拳的生砸呀 胶底滑了一下 还是要小心啊 尽管自己现在是完全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但是要知道拳击运动 这是一项一拳就可以改变整个局势和结果的运动 不到最后比赛结束的铃声响起 绝对不能大意 又是一击上钩 这个资料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他这个森德巴特写的 他这个臂展是1米47不太可能 可能是1米67吧 身高是1米68嘛 这要是1米68身高1米47的臂展 这当年选材就不可能被选上 关键的时刻 还是要靠这种拳头的力度和技术来说话 约瑟夫这个身体条件确实是不错 他身高跟对手一样1米68 但是地展达到了1米81 可是在对方这么重的重拳的攻击之下 强势的轰炸之下 完全打不出去 强势的转强 森德巴特的这个左下腹这个位置上 闻了一只非常漂亮的狼头 张着大嘴 刺着鸟牙 裁判过来提示他们的第三回合了 有时候拳头打着打着自己会懵了 不到处理地回合了 所以裁判都会提示一下 将他心里有数 这是6个回合的比赛 这个森德巴特也确实是 我们看这是他第一场职业比赛 一般来讲职业比赛 头几场都会是4个回合的 但是他毕竟是今年的亚运会冠军 所以享受了这样的新的一个比较高的待遇 上来就打6回合的比赛 这脚下一动得闪也非常不错 不是说只有一位的猛攻 这一季迎击还是很危险 幸亏一个侧赏 把约瑟波这个力道 大多数的力道都给化掉了 这勾斧真是漂亮 又是上勾 一贴近 马上又是连续的两季上钩 脚下一动啊 确实是相当的漂亮 现在约瑟波简直就变成了一个移动的靶子 孙德巴特想打就打 想有就有 你看我抱紧了让你打几拳 然后摇摇头 告诉你根本没事 这对对手来讲也是一种心理打击 比赛打到这种程度啊 说实话 作为一个拳击的评论员 说了这么多年拳击 但是这种比赛有时候有点不忍心看 确实这两个人 在水平上 在能力上差距是太大了 这完全是在戏弄了 就像是一只猎豹 在戏弄自己的一个猎物 只不过是看我什么时候有兴趣张嘴吃下去而已 比赛夫这个时候 我觉得场上也确实是很艰难 但是他依然是没有放弃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拳手的这种精神 明明知道我打不过你 也赢不了你 但是只要我还没有倒就绝不能放弃 连续让了七八拳我都不打 好 压着最后这一下下来一拳 这个当初配拳的时候 考虑到菲律宾的这个选手 毕竟也是正式年富力强的手 而且职业战争也非常不错 12胜5不一平 而且还有60K欧 另外呢 那么Cender Butter这次来到了我们中国来到全新会的这个舞台上 应该说也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发展的地方 全新会可以给他提供一个最大的一个发展的舞台 好 来看第四回合 我觉得这个时候Cender Butter可能该考虑考虑是否要终结比赛了 用一个KO或者TKO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开一个好投 如果抛开他这个亚运会冠军这样一个身份啊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Cender Butter这完全不像是第一次大职业拳击的选手 太老道了 你看他很有耐心 这个回合应该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调整回合 或者说这前两分钟我就放着你 放着让你打消耗你的体力 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突然找机会 暴起发难 寻找这种一击致命的机会 又是连续勾斧勾头 又是连续勾斧勾头 你看 开始突然发力 进入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开始突然发力了 这个前手啊已经是搭在Cender Butter的脑袋上了 后手就是打不出去 还有28秒 还有28秒 Cender Butter已经开始在耗时间了 哎哟 又是跟上一回合一样 压着这个回合结束的铃声 再打一拳或者两拳 你往往到那个时候啊 运动员会容易出现这种场上的 暂时的一个饲养艺术的松懈 大船过来提示一下第五回合 看一看这回合开始之后 森德巴特是怎麼樣的一個攻勢和節奏 勾完斧勾頭 要是直接的打頭 從腳下移動氣質環節上來講 約束夫跟對手確實也是差的比較多的 你想打就是追不上 臂展佔著那麼大的優勢 但是完全體現不出來 因為你腳底下跟不住 現在是約束夫一抱頭 對方就勾斧 勾完斧你胳膊肘一沉馬上再打頭 好漂亮 突然的一個低頭先衝 這個不太清楚就是說賽前啊 賽前這個森德巴特跟自己的教練團隊是怎麼 給這場比賽定義或者說是怎麼考慮這場比賽的 就是說能KO就KO 或者說在控制局面的情況下 讓自己多打幾個回合爭取打滿 給自己更多這種鍛鍊 畢竟這麼一次職業比賽的鍛鍊機會很不容易 所以我們看到進入到第五回合之後 這森德巴特也是還是一直沒有發動我們想像當中那種終結戰役 還是在很有耐心地跟對手周旋 你看還用各種方式來刺激刺激對手 激怒一下對手的情緒 打死 不過這個換一個角度來講 菲律賓選手約瑟夫這個抗擊打能力也確實是真出色 整個這五個回合挨了多少拳了 但是到現在難得的是竟然還沒有一次讀八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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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第六回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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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五個回合的情況來看 這前五個回合毫不疑問 森德巴特是全部取勝 那麼第六回合如果說真的打滿的話 這勝負肯定是沒有任何的權點 關鍵是到底這場比賽會是一個什麼結果 是森德巴特點數獲勝 還是以KO或者TKO的方式 拿下自己的職業生涯首勝 當然啊這個話也不能說滿了 只要約瑟夫沒倒 那到中場前他還是有機會去把這個森德巴特也給擊倒了 這個全台之上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 就約瑟夫這種打不倒擊不倒的這個勁啊就存在著這種可能性 你看 儘管一直被動挨打 但是從開始上來講 你必須要承認這五個回合 這六個回合 基本上約瑟夫一直是在大直攻進攻 是他在往前攻 而森德巴特給他造成的打擊都是防反 你還打不進去 這真沒辦法 儘管如此的被動 約瑟夫依然是非常頑強地繼續出拳 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 我可以記不住人 但是在精神上氣勢上我不能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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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